上回书说到李元霸来到金殿之上 李世民告诉他 你得给皇上跪下磕头 我不跪 不跪可不成 皇上要说杀你可杀你 那我跪吧 李世民心说我这四弟不傻 扑通一声 李元霸跪到在龙叔案前 皇上老头我跪下给您磕头了 不磕头你杀我 杨广心说这傻小的怪可爱的 李元霸呀 你抬起头来 朕要看看你 好嘞 李元霸一抬头看皇上 皇上看李元霸 哎呀 杨广心说你别瞧他傻 浑浊梦愣他可着实 看着样他知道跪些不跪些 我杀他他也不太浑呢 杨广乐 李元霸呀 你找朕讲什么理呀 哎 讲什么理 你知道 我大哥 我二哥 我三哥 都是我爸爸跟我妈的儿子 我也是我爸爸跟我妈的儿子 为什么他们当官不让我当 哦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找朕讲理呀 你是要官来了 那好啊 可我得问问你 你有什么能力 哎呀 问我有什么能力 没有啊 我呀 天生来的 力大无穷 杨广听到这儿 就问唐王李元 李元 存在 你这第四个儿子 果然是力大无穷吗 忘碎 我这四儿子李元霸 确实有点笨力气 而且刀枪剑戟 辅跃勾叉 他都会使 使得不怎么样吧 但是他会点把势 他使兵来 他都觉得轻 多大分量呢 他都拿得起来 到底他有多大劲 我也不知道 不过 他确实是天生的履历过人 哦 好啊 哈哈 杨广乐了 李元霸呀 既然是你的履历过人 朕就加封你 蒙勇大将军 哎 我就当这蒙勇大将军 可有一截皇上老头 我得问问你 这大将军 比我哥哥的官是大呀 还是小啊 杨广爱他 你说他傻吧 他可不糊涂 李元霸呀 你这是个大将军之职 比你几个哥哥的官全都大 那我就谢谢皇上老头了 李元霸还真给磕了个头 然后站起来 李元霸瞧这今天上新鲜呢 他往左边看了看 又往右边瞧了瞧 哎 比我们家热闹多了 怎么这么些人呢 他一眼就看见语文化吉了 他迈步走到语文化吉的面前 我说你这人戴这帽子 怎么跟别人的帽子不太一样 这长城后边 为什么还有个高啊 一文化吉 心里都生气 先说我理你这傻子干什么 把脸望向一沉不理他 李元霸呢 再一瞧坐着 是靠山王杨林 他瞧这杨林有意思 白胡的老头 他就问杨林 我说你这老头挺长的胡子 你姓什么叫什么 你怎么坐着 他怎么站着呀 杨林稳坐在隆敦之上 也不理李元霸 杨广就有点不高兴 众位爱卿啊 你们也看见了 李元霸是个耻傻呆捏之人 朕都不跟他一般见识 你们也不能不理他 不管他问到哪一位身上 哪一位都要明明白白 答复于他 文武官员先说杨广杨广 你这皇上闲着没事了 跟这傻子这捉弄什么呀 李元霸听见了 哎 我说众位你们听见没有 皇上老头说了 我问谁 谁就得告诉我 不然的话 皇上 宰你们 哎 皇上还宰我们 大家伙等着他问吧 李元霸又问语文化吉 哎 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啊 你要问我呀 老夫父姓语文 名化吉 哎 小子 你官居何止 我畏惧首相 哎 何止你是首相 哎 我再问这白胡的老头 哎 哎 坐着那老头 哎 你活的全白了 你姓什么叫什么 你要问呢 李元霸 我告诉你 我姓杨 我叫杨林 官居何止 哎 老老夫我官居太岁 太岁靠山王 哎 这王就王八干嘛 还太岁是等不当的事 你跟我说说 李元霸呀 你看见没有 当今万岁是我的侄子 我是他的皇叔 所以在靠山王前面加上太岁两个字 我呢 就等于太上皇 哎 你这老头可真可以 哎 老小子 哎 真不错 真不错 他往这边一看这还坐着一位呢 坐的是谁呀 北平王罗毅罗燕钞 哎 老头 你姓什么 你在这坐着 你要问我呀 老夫姓罗叫罗毅 自表燕钞 你当什么官 官居 北平王之旨 哎呦 北平王 北平王好啊 就在北平王后边站着一位 蒲山公李密 哎 小子 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李密心说 愣管我叫小子 没办法 皇上有纸 我姓李叫李密 哎 什么官 官居蒲山公 那就好 那就好 蒲山公 在蒲山公 李密旁边站着谁呀 窦见得 傻小子 李元霸用手一指 哎 这位你是谁 你告诉我 窦见得气坏了 傻小子呀 你连我都不认识 我是你亲舅舅不 哎呦 舅舅也在这 舅舅 我给您磕个头吧 跪地 他给他舅舅磕一头 行了 傻小子 起来吧 别磕了 舅舅你挺好的 我挺好的 你起来吧 我舅妈好啊 你舅妈也挺好 那您怎么老不上我们家去 袁爸呀 舅舅我功识在身 没有功夫 有些年没去了 你要他们家去想的 给我买点好吃的 嘿 文武百官一听 这小子跑金殿上 任亲亲来了 傻小子站起来了 舅舅 你当什么官 我呀 现在是国家的下国公 这位李元爸 问这个 这得说 问那个 那得答复 问着问着 他突然间看见 宇文成都了 他觉得宇文成都 胸前挂一东西 挺耀眼 他哪知道 这是开皇天子 阳间 遇刺的一面金牌 说明天下第一 就是宇文成都 傻小子李元爸 走到宇文成都面前 哎 你叫什么名字 你要问他 父姓宇文 名成都 哎呀 我绕嘴绕嘴 你这小子叫这名 太麻烦 关去 我就管你叫都得了 什么 文武百官跟杨广一听 这孩子玩省事的 管宇文成都叫都 哎呀 我说都啊 你小子官机何止 我是经营节度使 领镇殿将军贤 好 两份差事俩官 哎 小子你不错 这个李元爸 一伸手就把宇文成都 胸前挂这个 玉刺金牌给抄起来了 哎 好啊 很好啊 哎 这牌好玩 给我带两天 玩狗的再还给你 怎么样 兜小子 宇文成都可舍不得呀 这面玉刺金牌 是他的脸面 他用手一拦 且慢 蒙勇大将军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轻团而赠 唯独这个金牌可不能给你呀 哎 为什么不能给你给我 我玩两天 不行 我不能让你玩 哎 我非玩不可 不能给 为什么不能给 蒙勇大将军 你听我告诉你 我跟着先王打江山 我立下汉马功劳 按我的功劳 应该官居一品 因为我年纪太小了 所以开皇天子 加封我为 精英节度使 又给我挂了一个 镇殿将军衔 先王呢 还觉得 我的功劳太大 因为天下人 没有人打得过 我手中的凤车金堂 所以才遇刺我这面金牌 上面有玉笔蹄子 你看 这亲刺 就是开皇天子的玉笔 这面金牌 是先王亲自 给我挂在脖子上的 上边写着天下第一 所以我不能给你 这是玉笔之物 像以文成都这人呢 也是比较老实的 你跟他应付应付 不就完了吗 他还跟他实话实说 李元爸一听就话了 哈哈 我说嘟啊 小子 你要不提天下第一 还则罢了 我李元爸不认识字 哎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玉笔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天下第一 杜小子 这回你说天下第一 嘿嘿 我还是非一摘不可 盲友大将军 今天你就摘不走这面金牌 嘿嘿 杜小子 我非一摘 你说我摘不走吗 我就要摘 你不能摘 那么小子 你开条道 你说我怎么才能摘走这面金牌啊 李元爸 你要打算摘我这面金牌也可以 只要你的力气压过我宇文成都 这天下第一名的金牌 我就归你所有了 这下可坏了 宇文成都可不知道啊 这个李元爸 他力大无穷 你问他到底有多大的劲 李元爸自个儿都说不上来 李元爸一听 好 都晓得这可是你说的 他说完之后 转身行 腾腾腾 嗖嗖嗖 望外就跑 就跑到金牌外头去了 大家伙儿瞧 就瞧李元爸望出跑 李元爸一口气 就跑出了金阳宫外 就到了桥头了 李元爸站住了 哎 我怎么样才能让这都小子认为 我的劲儿比他大呢 正在这时候 柴少柴思昌来了 因为柴少 看李元爸进了金阳宫 自己又不能擅入宫门 就在南边等着 等着等着 突然间看见李元爸出来了 四弟 四弟 李元爸一看 哎 姐夫你来了 哎 轰隆隆管不了我 我盟勇大将军了 什么 四弟呀 我正不放心呢 你闯进去怎么样了 嘿嘿 我呀 我跟这皇上老头讲理 他封我一个蒙勇大将军 姐夫哎 这金阳人热闹极了 一会儿你跟我看看去 哎 舅舅也来了 嘿嘿 我问他们这些官 我问他什么 他告诉我什么 那是皇上老头传的旨 有一个小子叫宇文堵 我管他叫杜小子 柴少一听一愣 四弟呀 你说这杜小子 是不是宇文成都啊 哎 对对对 我嫌批事 我叫他多小子 嘿 我一问呢 这小子俩官 胸前挂一盘 我跟他要说玩两天 他不给 他说他天下第一 非得我力气比他大 他才让我摘呢 姐夫哎 他既然是天下第一 谁是天下第二 柴少一听啊 心中叫了一声 宇文成都 宇文成都啊 想当初我跟秦叔宝 秦二哥 我们七姐返长安 给你们家放了一把火 劈死了你的弟弟 宇文成乡 你追我吗 要不是昌平王 邱瑞 邱老千岁 我们就得死在你的手里头 宇文成都啊 今天你碰见我四弟了 该找我们报仇血恨 柴少想到这儿 就跟李元爸说 四弟啊 这盘你摘吗 哎呀 我非摘不可 好 这个天下第一的金盘 你是非摘不可 你要是摘下来 可有你的好处 要是摘不下来 我当时就请轰隆隆 把你给劈死 轰隆隆 可在咱们家住着呢 你听见没有 哎呦 姐夫 就冲得轰隆隆 你就甭管了 我问问你 你怎么证明 你的力气大 能够摘了宇文成都 这面金牌呢 谁 他这一A 突然间 他瞧见东西了 姐夫你瞧 这瞧两头 不要四个石头 是什么 哎呀 四弟啊 那不是狮子 那是镇守桥头的 一种有机就的神兽 叫球 哎 甭管是球是狮子 我打算给这家伙夸起来 夸到宫中 让他们开开眼 瞧瞧 瞧我猛用大将军 有劲没劲 柴少还没说话呢 好家伙 这傻小的李元霸呀 就奔着 瞧西头这球去了 这球我多大呀 跟五道大小差不多 前头两条腿立着 后头两条腿握着 李元霸往下一蹲 右胳膊一伸 就伸到一个石头的前腿的空袋里 他望起一脚劲 他就站起来了 李元霸跨起这单球 揉揉揉 迈大步往前走 直接奔着宫门 把守宫门的雨林军一瞧 哎哟 这小子力气太大了 怎么把镇桥的石球给跨起来了 这李元霸呀 就跟没事儿人似的 跨着石球 蹬蹬蹬往里走 进头道宫门 二道宫门 三道宫门 脉步就上了金殿的台阶 刚才上至昏君阳广 下至文武官员 唐王李渊 李世民 都不知道傻小的李元霸干嘛去 现在一看 他跨着石球进了金殿 大家伙全愣了 这人怎么这么大的力量 李元霸 蹬蹬蹬走到金殿正当中 一脱了胳背 啪 不脱 这石球就掉在地上 把金殿的砖砸得火星乱蹦 李元霸迈步走到宇门成都面前 哎我说杜啊 你看见没有 杜小子 你把他跨出去 你要真把他跨出去 我还有特别的 嘿嘿 下子 你要是跨不出去 甭配话 这爷爷我这牌子 你问成都一瞧这石球 这个 他歪过脸来看昏君杨广 宇闻成都是什么意思 你可是皇上 你说出话里 精口语言 这事儿你可不能不管 没想到杨广说出一句话来 差点把宇闻成都气死 宇闻将军 这球你可跨得出去 哎呦 宇闻成都只好一咬牙一发狠 万岁 微臣 我跨都出去 好啊 那就跨吧 朕今天要看看你们两个人 谁的旅大 这就是皇上啊 他皇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倒琢磨琢磨呀 听昏君杨广义说 满朝文我心里都想啊 成都啊成都 你不是狂吗 你认为你是天下第一 今天怎么样 在晋阳宫碰进个神里的李元吧 恐怕你这个第一啊 今天就要保不住了 宇闻成都心中暗骂昏君阳寡 没办法 只好走上前去 甭管怎么着 我得把这石球给跨出去 宇闻成都一低头 使尽力气把这石球给周正了 然后望下一搓身 望石球当中间伸进右胳膊 他一咬牙 望上一娇劲 这劲就打腰上望上灌 灌到肩板上 灌到胳膊上 使尽全身之力 嗨 这石球放下 宇闻成都可不行了 大汗淋漓 浑身颤抖 宇闻成都缓了半天的气 才慢慢的走回金阳 想这样 宇闻成都你明白了 你就别再跟李源爸斗气了 他走到李源爸面前 李源爸 这球我宇闻成都跨出去了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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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跨起石球 守宫门的宇陵军一瞧 这位夸俩 这劲头太神了 李源爸跨起双球 蹭站起来 大步蹭蹭蹭 迈步往前走 就好像身上一点分领都没有 揉揉揉揉 跑得还挺快 来到金殿之上 随阳帝阳广一看 吓 吓 我封他为盟勇大将军 真封对了 这回夸俩 李世民脸上没有表情 心里头一阵冷笑 心说成都啊成都 你今天算倒了血霉了 我四弟的脾气 你可不知道 他在家想干什么干什么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你要是不由着 他这事可完不了啊 今天你这面天下第一的金牌 可挂不住了 李源爸这时候来到金殿之中 啪啪 一吞了两只胳膊 扑通扑通 双球落地 李源爸这嘴还真快 哎 我说住位 对 小子 你把这俩球跨出去 这叫特别痛 你要是把球跨出去 我还有特别特家 特别特 小子你快 这个 宇文成都心说 刚才我跨了一个 我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强弄着劲对付着 总算把那单球弄出去了 两个 我如何跨得出去 可是宇文成都这话也说不出来 他转脸一看 随阳的杨广 信后皇上 您看见没有 要把我宇文成都 绝在金殿之上 你得给我下台阶 杨广一笑 宇文将军 双球可跨得出去呀 啊 宇文成都跨双球 吐鲜血 下回再说 准备 匋 与 均匀 接受